雖然還有一個多月才到聖誕節 但今年有一棵漂亮得好似裝置藝術的聖誕樹 搶先與大家在銅鑼灣的心臟見面 它是由日本著名鬼才空間藝術家 白根昌和所設計的 樹身四米高 由 270 塊三角形不鏽鋼反光物料所建構而成 設計概念由傳統日本摺紙工藝所印發 一般聖誕樹大多數都著重外觀的裝飾 而這一棵你要走進去才發現與眾不同 我們馬上找來美女模特兒 找找最美的拍照位 原來裡面一樣由 270 組三角鏡面組成 由它所組成的互相反射效果 就像走進一個無盡的空間 進來的感覺就像進了一粒鑽石 或者是一個萬花筒 其實很有童話和童真的感覺 原來樹頂的位置還裝有360度相機 可以為各位走進聖誕樹的樹人 免費拍照和打印相片 有了有了 真的好美,好像鑽石一樣 如果我們自己拍照又有沒有一樣鑽石效果 我們馬上試試 原來感覺非常不錯 雖然只拍到上半身 不過個人感覺更突出 原來這裡有個洞可以透光進去 我們馬上試試 這個角度非常迷幻 由於手機拍攝角度有限 偶爾人會走出鏡頭失蹤 有時又會有倒影變成兩個我 果然是鬼才空間藝術裝置